今日话题由奔赴暂时播出 请上painforce.com发现更多葡萄酒加妙 奔赴欲见不凡 请理性饮酒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主持的今日话题 昨天有一个全加州的这么一个民意调查 这个是由洛杉矶时报和UC Berkeley的一个政府研究所 共同所做的一份调查 它调查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选民当中 包括保守派的 包括共和党的选民和民政党的选民 它要了解他们的认为 他们的心目当中现在的美墨南部边境是不是安全 这个非法移民进入到美国来 是不是主要的负担对于美国的社会来说 现在发现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边境安全和非法移民的问题呢 使得共和党的选民变得更加团结 在这个保守派和共和党的选民 也就是说可能投票支持川普前总统的这个选民当中呢 几乎一致认为 差不多88%的人认为说边境不安全 这个非法移民进入到美国来是主要的负担 对我们来说是主要的负担 只有8%的人不同意 是说边境现在是安全的 可是在民主党在自由派的这方面呢 它出现了分歧 就是说有百分之一部分 差不多百分之六十几的人认为说 是62的人认为说是现在是安全的 然后有30%的人说是不安全的 那这个呢就是在大选当中呢 可能会重创民主党的选票 尤其是在国会议员的这个层面 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还有乌克兰的问题 还有以色列哈马斯的问题 知道吗这些问题呢这特别有意思 就是在共和党里面呢 有一句话叫做口径一致 就是他们在这些方面的观点呢 是初级的统一和团结 比如说以色列哈马斯 没什么说的 站在以色列一边 其他咱们再说 先把这个前提搞定 我也不是说把巴勒斯坦人都杀了 但是在这问题上 坚决站在以色列一边 这是共和党非常的团结 在乌克兰里边 我们得看情况 不给钱了 不给钱了 这不给了 这不能 咱这无底洞不能填 这也是非常团结的 在这两个问题上呢 民主党都非常分裂 我觉得民主党可能就有一个问题不分裂 就是堕胎 和枪支 咱们现在就看移民这件事 其实民调啊 坦率的讲 包括我们个人在内 很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发言权 问你 说移民 尤其是非法移民 是否对美国经济造成负担 你凭什么说是 你凭什么说不是 你凭什么呀 你是做了什么样的研究啊 美国的边界是否安全 是否 二选一 你选个否 你凭什么呢 你是做了边境的一方面的考察 你还是了解吗 再一想 有这么一个原因 就是报道 我从新门那看来的 几百万几百万 对不对 对 往这 那我看到这种报道 那我当然我就挑选 说美国的边界不安全了 因为你看 当 比如说川普执政的时候 是怎么样的 有多少人来 当民主党执政的时候 是多了多少人来 我看到这些报道 那我得出这个结论 那至于说 非法移民 有没有给美国经济造成负担 我不知道 但是 我看到报道了 什么 民主党控制的城市的市长 旧金山啦 芝加哥呀 对不对 纽约 纽约等等 这些大城市 他们 在 喊 向联邦政府说 救急了 不行了 那么 我这给点钱呢 我这太多了 我搞不定了 那是怎么回事呢 这又回到另外一个 我们常听的一个话 叫做 什么 Sanctuary City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 庇护城 那不是共和党州 把非法移民 开着飞机 开着大巴往那送吗 谁让你欢迎呢 我这个州不欢迎 你欢迎 你拿着 你拿着你的老百姓出钱吧 你们养着他们 所以这就是一个 叫媒体效应 造成了老百姓 对这个问题的两派的 不同的观点 而民主党的分裂呢 在这就有意思了 就是他们说 基于人道的考虑 基于所谓社会的大碍 对不对 钱 不要掉到千元里 我们想办法 但是这些人 我们得接受 那么接下来 就看 要不要付出政治代价了 对 这个 今年的这个总统大选啊 这个边境问题和移民问题呢 一定是争论的焦点之一 这个 不管是民主党 还有共和党呢 大概都是这个情况 这个整个的情况呢 现在是对共和党有利 因为现在确实出现 这个非法移民 大量的涌入到美国来 我看这个统计数字是说 去年是连续第二年 非法移民进入到美国的数量 超过200万 去年 我看另外一个统计数字 去年前十一个月就270万 进入到美国来 那这些数字是 边境这个移民局 和这个国土安全部 他们所给出来的 那应该是正确的了 所以这个情况就 已经把这个整个的老旧的 这个移民局的边境处理 这个非法移民的这个系统啊 等于是给压塌了 他们已经没有办法了 你可以想象 每天如果都来个 1000人进入到边境来 你说他怎么安置啊 这些人 1000人 对美国来说 当然算是一个小数 可是问题 在一个边境的城市里头 这1000人 他不要吃喝拉撒 他不要你关的 移民的拘留所里头 这些人不是说 闯天然就散掉了 他就直接向移民局 叫做投诚了 说对对 我来了 我是要申请庇护的 你把我关起来吧 然后关起来 关起来怎么办呢 隔个三五天 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来 他也关不了啊 所以呢 这就是一个大的问题 据说现在 美国的移民法官 有多少呢 差不多500名 如果要是去年和前年 每年都来200万的话 那再前年可能少一点 但是少一点也有几十万吧 好那这些200万 他怎么审得过来呢 所以现在就是养你不行 关在这个拘留所里头 那政府的给你吃的 给你喝的 给你医疗保险 给孩子这个教育 他没办法 没有这么大的这个能力 所以呢 这些人登记完了以后 就告诉你说 你几月几号到法庭出庭 就是这个移民法官 要听你的案子 看你申请庇护的这个案子 能不能通过 那么在这段等待的期间 请你字母出路吧 你如果在美国有亲戚 有朋友 投亲靠友去吧 政府就不管你了 于是就放到美国的 其他的各个地方去了 那等待的时间是多长 你不要以为说一个月两个月 现在基本上是三五年 长的十年以后 才轮到你出庭的 到这个移民法庭的 那在这个过去的 在这个等待的期间 你不就就就在美国了 对从联邦的层次讲 美国的现在的议会里面的共和党人 已经启动了对国土安全部部长 阿拉罕朗尼克拉斯 马尔克斯的弹劾 就说你这个边界 你完全的管理是失职 所以准备启动对他弹劾 如果把他弹劾掉的话 因为一个部长 他两个方法或者几个方位 一个是辞职 一个是总统把你 开招 你是任命的嘛 开招 拜登没可能把他的国土完全部部长开除 这不是打脸吗 他也不可能 那他还要就上第三个 那就没问题 我就弹劾你 现在是这个问题 同时呢 因为现在对乌克兰援助这个问题 被共和党加上了一个条件 就是要民主党在边境这个方面 做出让步 要管理边境 对此 拜登的昨天已经说了 他愿意和民主党 愿意和共和党在这方面呢 进行谈判 有可能做出一些让步 做出一些让步 这一下把民主党和自由派给得罪了 拜登 所以你看他那个 以色列的问题得罪了自己党的人 他这个移民问题得罪了自己党的人 所以接下来咱们再看看这个问题 在2024年的发酵 欢迎您去收听由中学和高年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跟他讲的是美墨边境和移民的问题 这个非法移民进入到美国来的这个问题 现在是好像感觉是越来越严重的这个情况 在川普的任内呢 当时刚好发生了这个疫情嘛 所以在冠状病毒疫情蔓延的时候呢 他就引用了美国的第42法典 这个就是在边境啊 就拦截了非法移民了 不许进来 不管你什么原因我都不许进来 你想要提交申请的话 请你在墨西哥等 美墨边境请你在墨西哥等 所以给墨西哥造成一些压力 但是在去年 应该是前年啊 这个5月份的时候 这个42法典结束了 因为疫情结束了 所以这个42法典你不能老是这样 所以呢就停止执行了 停止执行以后呢 现在就又恢复到原来的美国的这个法典 叫做第8条 这第8条呢 也其实规定的也是很很严格的 就是说它可以叫做快速迅速的处理和驱逐 非法抵达美国 而且没有理由在美国待下来的移民 好 听上去是挺好 但是问题大批的人来了以后 他说我有理由待下来 因为我要申请庇护 我在我的国家待不下去了 各种各样的原因 那么谁来决定你有没有条件 有没有理由待在美国呢 移民法官呢 所以他也没办法把你驱逐出去 只能等移民法官做出裁决 尽管近来这些人绝大部分是留不下来的 移民法官至少一半以上的人是要赶走的 不能留在美国 但是他出庭之前这段时间 他待在美国了 那如果要是他选择黑掉身份 他不出庭了 那在这种情况 他不就黑黑的就待在美国了吗 对啊 是这种人少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情况呢 其实还是有点复杂 因为作为民众呢 我们的心态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呢 是一个世界上其他国家享用的地方 有的人甚至是倾家荡产是砸锅卖铁 他要到你这个国家来 希望实现他的这个梦想 这是个好事 反过来说 说有这么个国家 都想跑从那国家 对不对 这也不是个好事 那么所以 从这个意义上讲呢 我们为自己这样的一个国家 有这样的国际地位 而感到骄傲 但是 当他对你的生活方式构成 有威胁的时候呢 尤其是把这个事情 从政治的角度 给他做文章的话 他其实效果啊 是特别的有效的 因为什么 因为移民对美国的经济 比如说是农业 或者是低技能的这个劳工市场 到底有多大帮助 这个我们普通老百姓没有发言权 但是有一个事 我没有发言权 我们怕犯罪啊 我们怕这个犯罪的 这个频繁的发生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 现在会不安全呢 又回到那个 就是新闻报道 一会儿说这个店被砸了 一会儿说那个店什么 零元够了 一会儿说这个人 什么被推的地鞋下面 一会儿说那个人 什么仇恨犯罪等等 那么就造成了一个印象 说这个社会不安全 如果我有效的 把这两个事情结合在一起 我说非法移民都是强暴犯 都是杀人犯 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对吧 所以这就是2016年 川普一举拿下 白宫的一个 非常有效的一个政治口号 就是他非常准确的 按下了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就是叫移民问题 和老百姓对治安的这种恐惧 那么这一下呢 就讲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 可以这么说 所以他有广泛的支持了 你接下来再看 因为现在2024年已经开始 他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一个叫做移民 一个叫做法治 law and order 这个还依然会奏效 对 这个在2024年选举的时候 大概就会用这种办法 来就是来争取自己的选票吧 因为当人们感到担心的时候 当人们感到恐惧的时候 那就是出来投票的时候 所以这个川普在这方面 他是非常有效的 在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 而且关键是说 面对这些排山倒海来的 比如说社会治安的问题 和民主党该如何作答呢 对 他们没有任何 他能不能有一个 特别有效的一个回应 让对方哑口无言呢 这个就咱们就拭目以待了 感谢观看